美国重建巴尔迪摩大桥预计要花十年的时间 有人还把中国拿出来做了对比 巴尔迪摩大桥被撞毁十多天后 美国也终于开始讨论要如何重建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标建筑 根据预测 重建这座桥所需要的资金可能会在6亿到20亿美元之间 需要的时间是十年 目前联邦政府和马里兰州政府关于谁出资这个事 是吵得脸红脖子粗 不少美国网友受不了拿中国出来做对比了 一名网友留言说重建巴尔迪摩大桥这件事 如果放在中国 那工期将会以天来为单位计算 如果华盛顿想要让美国重新具有竞争力 就应该考虑考虑多做点实事 少在那放嘴炮 对这位网友的发言 美国首富马斯克都回应了 他说如果利用原有的建材 工期可能会有所缩短 当然也可以在招投标时鼓励提前竣工这个选项 但也有网友一针线写 说十年后我们甚至可能不记得 那曾经还有一座桥 对于美国这种做事进度 其实大家早已经司空见惯 比如美国曾经花费巨资来改造旧铁路 但接二连三的事故 你看钱是花了 但是铁路翻新肯定是没啥进展 甚至连货运公司的安全措施也没多少改善 但就这种情况并不是美国特有的 老牌欧洲也一样 之前社交媒体上不是有一组欧洲街景的新老对比吗 说有一些地方一百多年过去了 唯一的变化就是拆了个路灯 在很多事情上中国的效率确实是高 其实西方也知道这一点 但他们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说辞来替自己开解 并且贬低中国社会高效的运作情况 最近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戴琪的一番话 也就表达了类似的说法 眼下美国财长耶伦不是在中国访问吗 在动身之前 他指责中国生产大量的廉价商品 现在贸易谈判代表戴琪也前往欧洲 同样在动身之前 指责中国经济制度的效率非常高 让西方经济体难以生存 并且宣称西方要采取措施进行反制 你看真不愧是卧龙风筑 一个说我们价格便宜 一个说我们效率太高 共同点就是威胁到了西方的经济安全 要阻止中国这么做 当下高效廉价 不就是西方自由市场理论的理想情况吗 但为什么中国的高效 中国的廉价就不被允许呢 仅仅是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 而不符合西方的政治正确吗 说真的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那也是市场经济 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形成的高效 成本低廉的优势 其实是符合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的 但是西方却不肯接受这一事实 仅仅是因为我们比他们做的好 所以他们不惜歪曲自己的市场理论 那我们也倒想知道 西方的那套逻辑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 我们这一波啊 叫做走敌人的路 让敌人无路可走 西方陷入到了这种 这个理论的泥潭 原因有很多 但是这种玩不起对手 就想改变规则的耍赖行为 一副说不起的嘴脸 着实让人不吃 最重要的是啊 如果我们证明这条路是对的 而西方偏要反其道而行之 那只能预示着 西方走在一条错误的大路上 而且他越折腾 错的越离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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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